一盏有灯能照亮大地 是因为人人心中有你 你为众生在燃烧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善缘种子的殃苗 游须甘露滋润 在腊月初八这个祥瑞的几日 第十七世东宝忠霸活佛秉承世世代代的菩提碑 再度倒架此行降临到了我们的娑婆世界 四川省甘露滋润 古老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的妻子达娃智玛是一位贤惠善良的藏族妇女 为人忠厚慈祥 忠露活佛降生在秧中扎西大师家中 在八个兄弟中 忠露活佛临统排行第四 俗民赐人望洁 临统胸前有一颗福星痣 这正好应验了十六世忠露活佛离开九龙前 托付给庚丧大师的预言 来世双耳垂中有金珠 胸前一颗福星痣 当地的撒加斯住持庚丧大师 是十六世忠露活佛共同弘法的好友 为了启发灵童的佛性早日觉醒 庚丧大师秘密地给灵童灌顶 此后十年的时间里 小灵童秘密跟随庚丧大师学习文化 修习秘法 忠露活佛还被大修行者 噶玛顿珠大师收为入室弟子 大师住世九十余年 以红光深成就 是当代稀有的大成就者 忠露活佛依止 噶玛顿珠大师修学近十年 为其修行和红法立生事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年 四人望杰在拔邦寺 由大司徒仁波切认证为 第十六世忠露活佛的转世 并得到大司徒仁波切 一系列殊胜贯顶 自此 忠露活佛依止大司徒仁波切为根本上师 系统修学 噶玛顿派的纳若六法和大手印等教法传承 此后的十多年来 忠露活佛每年都要去印度拜见大司徒仁波切 请上师印证他所达到的境界 同时获取新的教授 大司徒仁波切是忠露活佛 两位最根本的上师之一 后来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下文 确认慈然忘节为第十六世忠露活佛的转世 赐法名忠露 噶玛 易西 尼玛 赤裂 土灯 宁洁 白桑布 并颁发认证书 1991年4月 道成县的帮托卓杰两四的喇嘛 将忠露活佛引请到寺院 由邦颇卓杰两四的僧团代表大司徒仁波切为忠露活佛 举行了继承历史法位的座床大典 为了满足道成县一代信教群众的要求 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寺院僧侣的管理 四川省人民政府宗教局正式批准忠露活佛 为邦颇寺、卓杰寺两四的第一序位活佛 任命忠露活佛为上述两四的住持 并由政府有关部门在帮托寺和卓杰寺 为忠露活佛举行了盛大的身座法会 道成和邻近地区的数万藏族同胞 怀着激动的心情 扶老邪幼地来到现场 都以得到活佛的赐福为最大的快位 2001年 丽江市人民政府迎请忠露活佛的盛大庆典 在芷云寺举行 如海潮般的人群 从四面八方涌来参加迎请大会 当地百姓以无比崇敬和渴望的心情 穿着节日的盛装早早地迎候在路旁 各族群众在歌在舞 拉尸露一片欢腾 当忠露活佛矫健的身影 伴着黄金宝伞 出现在翘首期待多时的人群面前时 人们潮水般向这位活佛涌来 都想一睹她慈祥亲切的面容 都想接受她慈悲的加持和祝福 政府有关领导致辞之后 21位庶女手捧法衣法器等 依次献给忠霸活佛 象征佛教昌隆 正法常住 接着僧人们将忠霸活佛 引请到芷云寺大殿 献上身口意漫党 还有其他如云的供养 来自各地的活佛高僧 向忠霸活佛祝福 祈祷佛法常住 国泰民安 继承法位后 忠霸活佛一直没有停止过 参学和进修 他的足迹遍及西藏 青海和康巴地区的佛教圣地 向有成就的密教大师求教 获得很多法医 他多次到印度 尼泊尔 西津 布丹等地 朝拜了释迦摩尼佛的出身地 兰比尼 佛陀尘道地 菩提家也 佛陀转法轮的陆野院 灵旧山 以及莲花生大师 承道和加持的圣地 中巴仁波切 并不局限于 接受自己教派的教法 他还不断参访 金刚城五大教派的成就大师 获得许多殊胜灌顶 和友谊的指导 特别宝贵的是 中巴仁波切 获得了当今众望所归的 宁马派大成就者 如意宝 夏扎仁波切的射手 那是1996年的一天 夏扎仁波切 在亲近的梦观中 来到了中国汉地 他看到 一个用铜打造的佛刊 其中供奉着一尊莲花神大师像 但这尊像 已覆盖了厚厚的灰尘 夏扎仁波切 用他的白袈裟 将莲花神大师像 擦拭得干干净净 这预示着 在中国岁月的尘封下 有着具足善根的英才 中巴活佛则做了另外一个梦 一个白发银须的长老 骑着一批黑豹 从他面前 风驰电闪而过 消映在山林之中 中巴活佛知道 他即将找到 他生命中 一位极其重要的导师 中巴活佛 请一位道友 捎去拜见的请求 夏扎仁波切 既让他立即将 中巴活佛 接到自己身边 当中巴活佛 到达夏扎仁波切的 住息地 亚兰雪寺院时 地面上 早已用白粉 画好了 八吉祥祭的 在嘹亮的 撒拉音乐声中 夏扎仁波切 手拿哈达 亲自迎候在寺门外 多年来 中巴仁波切 每年都要在 夏扎仁波切 坐前 受法闭关几个月 一直得到 夏扎仁波切 给予 显密圆通的 殊胜灌顶 和悉心之道 中巴活佛 从夏扎仁波切 坐下 获得的传承 主要有 大圆满经典传承 龙青心随 和大圆满福藏传承 空行星随 其中 空行星随 是大智空行母 斯拉康珠的 绝藏法 斯拉康珠的 绝藏法 不到一百年的历史 传承清静 与当代人的 耕气相适应 有特别强的 加持力 夏扎仁波切 已经受益 中巴仁波切 是将来弘扬 空行星随的 法主 完成 夏扎仁波切 指定的闭关后 中巴仁波切 获得了 大手印 离一切戏论 和大圆满 含射一切 等殊胜正量 并真实验证了 上述证物 对时间和空间 不可思议的 超越的能力 由于中巴活佛 具有不分教派 共同发展的思想 他还向撒家 格鲁和本教的上师 虚心求教 得到这三大教派的 重要传承 如夏扎仁波切所说 中巴活佛 是当今持有藏传佛教 五大教派教法 非常丰富的传承者之一 他是一位 稀有难得的 巨格金刚上师 他心中流出的法教 无疑会引导众生 走向光明 为了更好地学习 显秘二教的教法 中巴活佛 于2001年 到中国藏语系 高级佛学院生造 为更广泛的 红法立身 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中巴活佛 对四川省甘孜州 和云南的狄庆州 丽江和怒江等地的 几十座寺院的建设 僧侣的教学和修行等方面 进行了全面整顿 各项制度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 得到创新 同时 培养了一批 爱国爱教的僧人 寺院附近的百姓 安居乐业 民族团结和睦 社会安定和谐 丽江指云寺最引人注意的 是九卧佛像 最初 南兆公主江萨曲真 远嫁吐蕃藏王时 携带着一尊来自印度的 释迦佛十二岁庄年像 途经拉氏海时 佛像显灵 公主依照佛祖的指示 将佛像留在了拉氏海边的山洞 紫云寺建成后 人们将佛像迎入寺院供奉 卓杰寺是帕竹嘎举的发祥地之一 佛殿中供奉着三世佛像和历代祖师像 邦泼寺于第一世噶马巴时代创建 是噶马巴事业的道场 佛殿中供奉着七米高的金刚纵池溜金像 以及历代祖师像 殿中还供奉着八百多年前 第一世噶马巴堵松青霸 清手塑造的自塑像 继承法位后 中巴佛佛恢复了闭关静修堂 现在已经有四批 经过三年三月三日闭关的喇嘛出馆 他还创建了道成五名奖学院 聘请资深的看部 接收来自康藏不同教派的学生 培养德才兼备的宗教人才 现在已经有三批毕业生 上百名学生获得看部学位 并奔赴各地寺院担任教学任务 维西县达摩祖师堂 相传是达摩祖师修行过的地方 达摩寺是将帝十三大寺之一 中巴佛佛对这一股寺进行重建 并集资两百多万元投入建设 现在一座庄严宏伟的佛殿 已经处立在雄伟的达摩圣山之上 大理基族山的石中寺 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的寺院 在汉藏宗教文化交流中 起过很重要的作用 中巴佛佛发心对他进行修复 1996年建成的观音殿 为出家人提供了一个清静修行的道场 如今已有十多位僧人常住 2006年 中巴佛佛又送去了 二十一尊杜母杜金铜像 并亲自装葬开光 同时还为寺院僧人讲经说法 香格里拉县城边有一座聚宝山 中巴佛佛再次建成了一个坛城 经过几年的建造 已经形成一个塔灵 共有大小佛塔四十九个 给香格里拉县人民带来了法语 香格里拉县的毕塔海 是一个秀丽的高原湖泊 湖中有一个小岛 经文中授记 这是香格里拉的布达拉 及观音菩萨的道场 三百多年前 丽江牧师吐司曾在此修建了一座寺院 取名莲花寺 提供给第十世嘎玛巴雀英多杰闭关 后毁于动乱 1998年 中巴佛佛重建莲花寺 2006年对其进行扩建 大殿内供奉着十多米高的文殊菩萨 杜金通下 香格里拉县的陈恩寺 实践于明朝初期 佛法曾圣极一时 后因年久失修 没有僧人常住 中巴佛佛组织人力物力 对其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修复 并派僧人常住 满足了当地百姓的信仰要求 德庆县有一座很奇特的寺院 相传是第十三世中巴佛佛 用神筒空中取物建造的 称为飞来寺 当年供奉着一尊 释迦摩尼佛的十二岁庄严像 与西藏大昭寺的释迦摩尼佛 十二岁庄严像一样灵验 中巴佛佛对该寺进行了修复 并送去了释迦摩尼佛的十二岁庄严像 还亲自为这尊佛像 主持安放仪式和开光大典 在德庆境内的雪山深处 有一个美丽清净的地方 特别适合清净休息 宇宫寺就坐落在这里 中巴佛佛对宇宫寺进行了修复 多次前往灌顶传法 并开办雪堂 丽江文笔山金刚骇姆灵洞 是世界上二十四圣地之一 洞前的闭关中心文灵阁 数百年来是嘎举派十三大四的最高学府 现在也正在修复 俊功后将恢复三年三月三日的 纳若六法和大手印闭关修炼 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佛教人才 位于丽江古城边东元山上的 东宝尊圣堂 在佛祖的预言中既有寿迹 在漫长的岁月中 尊圣堂几经破坏和重修 明朝时期 丽江的水患和瘟疫频繁 第八世嘎玛巴弥诀多杰 曾建议牧师吐司在此重建宝塔 此后水患瘟疫大大减少 尊圣堂屹立在宝山上 则风调雨顺文化昌隆 丽江大理一带广泛传说 宝塔被毁的岁月 则灾害频繁 祸乱不断 丽江尊圣堂最后一次 是在文革动乱中被毁 1996年2月3日 丽江发生了丽世七级大地震 这是丽江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造成4000多人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 40多亿元人民币 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老百姓 特别渴望重建尊圣堂 为了满足广大百姓的要求 恢复佛教文化的传承 争霸活佛不畏重重困难 发心重建尊圣堡塔 破土洞宫前 任波切多次到旧塔基旁 做火供以消除为远 在堡塔的基底 任波切亲自主持奠基法事 现在 一座宏伟庄严的尊圣塔 已经矗立在丽江东元山上 成为丽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在佛教中 佛像代表佛的身体 佛经代表佛的语言 佛塔则代表佛的精神 因此建造佛塔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宝塔进行了非常殊胜的装造 塔内由修行成道的高僧 布置了一个完美的坛城 供奉有古佛和许多高僧大德的舍利子等宝物 数不胜数 除了丽江的尊圣宝塔外 中霸佛佛还建成大小佛塔数十座 分布在香格里拉县 山西五台山 昆明玉龙湾 西藏的钢底斯山 德清太子雪山 以及四川的礼堂 道臣 九龙等地 这些佛塔为当地人民带来福慧 为了祈祷世界和平 祖国昌圣 中霸佛佛每到一处圣地都要赠送佛像供奉 十多年来 中霸佛佛向各道场赠送佛像上百尊 中霸仁波切坐下的寺院有几十座 他每年都要到各个寺院视察 并为僧俗信众灌顶传法 康藏地区 山高水远 旅途艰险 但任波切 没有舍弃生活在穷山恶水之间的 那些文化经济落后的藏民 他每年都要深入穷乡僻壤 去倾听信众的呼声 为百姓传法奖金 宣传国家的宗教政策 他每到一处 藏民们就青春而出 夹道欢迎 任波切给他们传法赐福 为他们排忧解难 正是踏遍千山人为老 传播爱心 祭众神 2005年5月 嘎玛巴和大司徒仁波切 拆遣世界嘎玛嘎举协会的负责人 前来拜见钟巴活佛 转达两位教主的指示 请钟巴活佛对楚布寺 巴邦寺等寺院 给予大力支持 并进行有效的管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